很多綜藥的人口海的立法院 訪問文會已逐法定人數再開會 請先讀上次會議紀錄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9屆第4會期第12次會議議事錄 时间中华民国106年12月5日星期二中午12时11分至22分 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古拉斯尤达卡委员等18人 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 宣读本会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1次会议议事录 本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2次会议事日程未审定 主席宣告本次议程草案提报议会处理 决定事项一人民请愿案 一韩宋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弃案 二一请愿法第四条规定者四案 细数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含复请愿人 三一直决行事发66号 第二项规定者63案含转权者机关处理 进复并复制请愿人宣读完毕 好 请问有误议会议就确定 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 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3次会议 一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6年12月15日星期五 19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 报告事项一 宣读本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十二次会议 议事入二 委员黄伟泽等凝据农药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三委员庄瑞雄等凝据民用航空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市委员邱志伟等凝据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及赵林回馈条例 交内政经济量委员会审查 五委员张廖万坚等凝据国家语言发展法 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六至七委员小美琴等凝据中华民国刑法 刑事诉讼法施刑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八至九委员洋药等凝据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一零委员陈寅等凝据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一一委员蒋乃馨等凝据身心障碍者全英保障法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一二至一是委员苏小会等凝据警察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一五委员王定宇等凝据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一六委员陈曼力等凝据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一七委员郑保卿等凝据陪审团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一八委员郑天才等凝据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一九委员段一康等凝据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二零委员卢秀苑等凝据证券交易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二一至二二委员江永昌等凝据中华民国刑法 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二三委员吴一琴等凝据口腔卫生人员法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二四至二五委员刘建国等凝据医疗器材管理法 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二六至二八行政院含情审议政治现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而通缉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条例口腔卫生人员法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二九至二三一卫福部环保署劳动部行政院法务部司法院考试院考选部 经济部人委会内政部通船会交通部经管会 故宫博物院教育部财政部科委会文化部科技部等 韩宋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 二三二至二四八经济部中研院教育部行政院监察院等 韩为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 二四九至二五零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韩 为院会交付事项处理玩具及查找案 二五一至二五三行政院韩宋本院委员严厨情形及查找案 二五四国民党党团团韩为推荐庄义其先生担任国家金融案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请查找案 民进党党团提议阵列 一委员无私邀等理据何止事故紧急应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二至三委员红忠义等理据中央选举委员会主持法交司法及法治内政两委员会审查 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四委员许志杰等理据大学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五至六委员苏小会等理据行政院主持法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七委员李俊玉等理废止监察院监察委员刑署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八行政院含情审议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交司法及法治经济两委员会审查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阵列 九委员临仓座等理据宣示条例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一零至一一时代力量党团理据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 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程序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 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会 各位委员议程座案事项及咨询事项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通过 请宣读议程座案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第一案 运会通过 第二案 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案 346案 运会通过 第7案 国家住宅及住宅更新 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案 8至11运会通过 整理讨论事项 12社会团体法草案案 13内政委员会报告审查财政法 107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宣读完毕 好 讨论事项已宣读完毕 现在请登记委员发言 第一位请国家事委员发言 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 针对第九届第四会期 第十三次会议讨论事项 你请列案顺序如下表 请议事人员宣读 好 请宣读 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 针对第九届第四会期 第十三次会议讨论事项 您请列案顺序如下表 第一案公民投票法 叶政院会通过 第二案社会团体法草案案 第三案内政委员报告审查 彩团法人107年度预算书 及相关资料案 第四案儿童及少年性剥削 防治条例修正案 第五案人工生殖法修正案等案 第六案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修正案等案 第七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第八民事诉讼法施行法修正案 第九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修正案 第十家事事件法修正案 十一行政诉讼法修正案 十二非送事件法修正案 十三非送事件法修正案 十四破产法修正案 十五破产法施行法修正案 十六强制执行法修正案 十七强制执行法修正案 十八内政委员会报告审查 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修正案等案 十九宾葬管理条例修正案 二十宾葬管理条例部分条例修正案 宣读完毕 好 谢谢 下位请李燕秀文发言 好 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我们国民党团还是针对于重大的法案 我们都认为行政院院长应该要有机会到立院来做专案报告 包括我们的劳基法的修法一年一修 这是第二次的劳基法修法 前两天甚至听到院长在媒体上说 劳基法未来还要打算从中长期来去做考量修法的一些方向 让现在所有的劳工不仅怀疑 这个我们劳基法就好像盖一个房子的地基一样 如果地基在每一年随时都在不断的搅动 这会让劳资协商的过程当中 或包括在工作职场上产生很多的不确定跟不信任感 也因此我觉得赖院长有必要针对这件事情 好好的来向立院专案报告 整个劳基法的未来修法方向 还有包括他前几天在媒体的言论 代表了到底是什么定义 为什么如果一粒一修真的要修 那我们就好好的讨论 好好的请在执政党 好好的请听在野党的声音 刚刚公投法现在才正在进行三读的完成当中 我们真的还是希望 就是说民进党多尊重一下少数的声音 那我们也希望赖金德院长 有机会到立院来做专案报告 第一案是针对劳基法的部分 第二案也是针对于列雷件的整个 后续发展的状况 我们也希望请赖金德院长 一并来去做这两个案子的专案报告 以上 好谢谢 下一位请高路一庸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无安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 第四会期 第十三次程序委员会 鉴请甄列讨论事项供契案 内容如下 请医事人员待会宣读 谢谢 好请宣读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 第四会期第十三次程序委员会 鉴请甄列讨论事项供契案 第一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 鉴请运会做成决议 行政院长赖金德 因帅列雷件专案案调查小组成员 与财政部国防部金管会 工府航空代表等相关首长 副立法院就有类的一件 连带逼案进行专案报 并被寻达事不当进行公决 第二案 民法修正案等案 第三案 民法修正案 第四案 民法金属边增定条文案 第五案 家世事件法修正案 第六案 集会有行法修正案等案 第七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 鉴请院会做成决议 与本会期结束前 由院长筹组修宪委员会 针对各委员提出 宪法修正案修宪程序及 移程制定等 进行实则讨论及审查 是否当进行公决 宣度完毕 好 谢谢 报委员会 因为朝野党团 对下一次的讨论事项 有不同意见 那本期做以下宣告 本次宴会议程庄案内容 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 原前例 将本次议程庄案 提报宴会处理 上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